现在各级学校也会延后开学两礼拜 让政府寄出了防疫照顾价 很多家长说根本不太敢请 怕没薪水可以拿 但有一些公司行号和企业 已经站出来率先喊话 要员工不用担心 像是赵峰银和台气银 就提供了优于牢基法 七天照顾价的给薪做法 而台经店也说呢 请防疫照顾价 14天可以领半薪 至于LINE 台湾还有KKBOX 更是直接寄出了 可以请14天并且是领全薪 让不少人很羡慕 人资主管也提醒 原本是现有的七天家庭照顾价 跟防疫照顾价是不同的 在2月11号到25号之间 如果有需求 可以特别请14天的防疫照顾价 而且雇主一定要准假 赶在上班前把小孩送到补习班安置 政府突然宣布延后开学 让妈妈们措手不及 不过政府寄出防疫照顾价 让不少家长质疑 看得到吃不到 企业有一些响应 有些应该是也就不一定会给薪 甚至就是似同以前无薪的状况 那这样让劳工就更不敢请 家长可请防疫照顾价 但请假期间是否给薪 由雇主自行决定 但就有企业不止准薪还会给薪 包含台积电 员工可请14天防疫薪 而且给半薪 赵丰银 台庆银也提供员工7天有薪假 不过最大方的LINE宣布 员工不管是请两周防疫照护假 或在家上班都有14天全薪 让不少劳工好羡慕 国民党跳出来呼吁政府 应该比赵 欲应留职停薪的标准 让请假的劳工应该拥有6成薪水 到底劳动部有没有认真做功课 去掌握我们现在可能的需求人数是多少 他把劳工的人口切一半 然后就喊出一个2000亿 我认为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国民党提出目前全台 有防疫照顾价需求的家庭 大约有85万 以6成家庭估算 请防疫照护价人数约51万人 粗估经费50亿左右 要政府带头才能落实防疫需求 但防疫照顾价怎么请也要张大眼睛 人资主管提醒 请防疫照顾价是劳工权益 不能用无知心的家庭照顾价来抵 若是雇主违反规定 将被处2万到100万罚还 可要小心 记者彦云丽明家 刘伟成台北长岛